相信没有人愿意触碰离婚一事 毕竟这两个字意味着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人即将分道扬镳 也意味着原本美好的家庭一排两散 尤其对于女性来说 离婚之后的生活难免充满波折 而关于离婚的原因有很多 像三观不合 另一帮外遇等数不胜数 而下面要说的女艺人张琴 她当年之所以与丈夫离婚 就是因为丈夫犯下太多错 张琴出生于1952年9月16日 本名张爱琴 是资深的女演员 也是歌星张启之的妹妹 早前因为在台视连续剧 恰恰碰恰扮演女性人角色唐天心走红 曾荣获1992年行政新闻局 优良女主角奖 也在1993年 一名第28届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更在1998年的时候 获得台美结出艺人奖 从一多年还获得过其他奖项 可谓成绩斐然 只是事业有成的她 却在1979年12月10日 传出了婚变消息 事实上 关于张琴和许德红感情 有嫌隙的新闻 当时已经在圈内流传了半年之多 只是张琴夫妇彼此认为 在下一代的面前 不仁将原尽情了的故事扳演 于是一忍再忍 可在故事的最后 爆发的一刻还是来临了 虽然那时候张琴和许德红 离婚的消息 并没有得到双方家长的承认 但记者却从华氏某高级住关口中 得到肯定答案 据悉 两人离婚最主要的导火线有二 第一 是让每个女人听了 会睡男安寝的外遇 因为在时装界泼妇盛名的包型模特 进入了张琴和许德红的生活 把原来的小涟漪扩大开来 第二 也是许多人难以自拔地赌 许多红把自己家中的积蓄堵掉了 才走上不被人谅解的离婚之途 原来许多红对拍电影很有兴趣 因此 他曾把一些资金投入到电影事业里 结果却出师不力 使他在拍完一部蛇形雕首雨伞侠之后 便鸣金收兵了 此后他再也没太大兴趣 在家已和圈内人甚熟 大家玩玩赌赌 竟使得许德红一些雄心壮志 因为负债累累而搞垮台 能干的张琴倒也颇任命 外出作秀返台主持节目 一分钱一滴汉 所赚来的几乎全为了付序还债 因为家是两个人的 况且其以福为贵 危急时刻还分什么彼此 所以他始终没多说什么 然而晴天霹雳 别人所担心的外遇问题 终使张琴愤怒了 身为女人 她一度陷入迷茫 不知该何去何从 琥珀疼她 公共顺她 孩子们更是无辜的 可是丈夫虽在事业上不得已 但俊帅高跳的外貌 却赢得其他美人的青睐 这真是敲人欲哭无泪 记得张琴的姐姐张琴 在她和先生离婚之时 张琴的妈妈极曾感慨地说 他们姐妹的命是何其不幸 显然当时的张琴和许德宏 并不是很匹配 当年张琴离异之时 记者去店寻张氏姐妹妈妈时 张妈急在话筒里一端 气不成声 而此次张琴的不幸 得到的却是张妈坚决地否认 一千一后反应 判若良人 使得猜测更纷纭 而且张琴本人的说辞 和她妈妈是一样的 摇头否认此事 但是她却不否认 包险模特接入之事 此事当时也算闹得轰轰烈烈 但后来却渐渐 现有消息传出 也就不了了之 说到事业 张琴自出道以来 靠着精湛演技 累积一票粉丝追随 她曾和李燕在炮仔声中 分别饰演林家阿嬷和孙媳妇 有一次 李燕竟偷拍了张琴滑手机的模样 张琴当下穿着高叉旗袍 整双媒体全露出 这位超时尚的阿嬷 还脚踩细高跟鞋 纤细又白细的长腿 令人羡慕不已 就连李燕也忍不住表示 阿嬷把她狠甩在后面 输给阿嬷 她也是心服口服 没人能比阿嬷辣 不少网友看到后也纷纷大赞 阿嬷这身材太辣 比年轻人还漂亮 此外 在电视圈闯当多年的张琴 之前曾在节目上透露 有一次在拍一部电视剧时 年迈的父亲 因为外劳的疏忽 重摔一跤 最终因病情恶化去世 当时父亲过世的时候 剧组的人都不知道 她认为这是自己的私事 如果将这样的情绪带到工作上 很可能会拖累剧组进度 张琴接着表示 如果剧组里面她表现很悲伤 会让旁边的人不知所措 这对整个戏剧的演出是没有帮助的 而且对整个剧组的气氛也不好 所以她只能选择自己排解 把对爸爸的思念 永远放在心里面 包括艺人景轩也表示 花点当演员根本没有请假的机会 就算家中有丧事 也得打起精神 不能影响剧组的进度 只有出闭那天 才会去上个乡 半天后又要继续拍戏 更直言 做演员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风光 后来就连处理完爸爸的后事 张琴也坚强不表露自己的情绪 不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上 每天都依然照常上工 敬业把戏拍完 多年来在演员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她 谈起折腾过去 虽悲伤 但还是乐观正向 说到亲情一面 其实张琴和姐姐张琴 并没有血缘关系 张琴是张琴父母所领养的孩子 但姐妹却比亲生的感情更好 张琴在1964年出道 接着也带妹妹张琴 一起在演艺圈打拼 起初两姐妹因为家中负债累累 所以即使有在赚钱仍相当节省 甚至做出不少夸张的行径 像是张琴 每次到店家喝咖啡 都会加一整罐奶精 根本就是当奶粉在喝 让店家吓到只要她来 就会先把半罐奶精收起来 妹妹张琴也不逞多让 光顾免贪时会搭配超大量的免费酸菜 借此来增加饱足感 而说到这里 张琴更是忍不住爆料 当年的宝岛歌王谢雷 其实也口门到不行 省钱省到连五毛的车钱 也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还不忘提醒张琴明天给她 让她好气又好笑 谈到谢雷 她表示两人当年感情非常好 双方的家人也都很满意这段姻缘 甚至当初谢雷的四姐 还到张琴家说媒 连喜饼这样的细节内容 也已经说好了 只可惜 张琴与谢雷 两人都还有家中的经济重担要扛 在当时还是想以冲刺事业为主 于是最后 这段情也不了了之 连张琴自己也说是 相遇的时机不对 张琴更透露 在母亲离开后 发现她的床底下有个铁盒 里头全是张琴与谢雷的合照 可见她有多么满意 这个女婿人选 而即使无法和对方走到最后 但张琴仍感谢这段姻缘 后来 张琴与副导演杨静晨 二度离婚三度结婚 提到再婚话题 她笑说 一直都没有换人 结果被一旁同样再婚的主持人张秀卿笑亏 好无聊 她则淡淡地说 人都有关系 歌手出道的张琴 近年投身公益活动 以闲哨上节目 而曾入围金中奖最佳女主角的张琴 随意七十岁 但仍活跃于八点档戏剧 如收拾高居不下的炮载声 三味人声等等 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姐妹俩出道超过四十年 却以多年围在荧幕上同台演唱 主持人邵戴伦曾问是否有吵架 张琴赶紧解释 是二人各自在歌坛戏剧圈太过忙碌 所以才会导致无法通关 而事实上 张琴一路以来都用坚毅敬业的态度演戏 持续带给观众精彩的演出 站稳她本土剧阿嬷专用户的宝座 不仅内心坚强敬业 她时常演出大姐家族中的阿嬷 所以她多年来也都非常自律 注重保养保持亮眼的外貌 演出的阿嬷角色总是贵气 优雅又有智慧 早前张琴还曾出演过《700岁旅程》 当时金钟制作人陈慧玲 与一众演员录制节目时 分享拍戏经验 在节目上 一路跟着上山下海的制作人陈慧玲透露 拍摄时担心自身演员的健康状况 要帮大家投保时 还一度因为年龄过大的关系被拒保 她还说 张琴曾在拍摄期间 发生因摔跤而断手的意外 但没想到 敬业的张琴上戏完全不适用三角筋固定 结果骨头走位 最后还进了医院动刀才复原 以至于陈慧玲苦笑地说 能把这部戏呈现给观众真的很不容易 她还表示 当初会制作一出以老年人为戏剧主角的故事 是因为之前看到韩国的综艺节目《花样爷爷》 当下她就心想 台湾有许多美丽的地方 通过戏剧可以让全世界观众看到台湾的美好 并希望藉由此戏记录台湾的各个美景 她还指出 剧中更大胆谈到台湾社会 比较少谈论的第二春情感问题 也说 其实老人家都是非常孤独的 而除了张琴遭遇意外 当时60岁的喜翔在剧中还有一场惊险的跳水戏 拍摄这场戏前有下过雨 碎石山路上 青苔遍布 当天喜翔又是穿着皮鞋 不仅怕自己打滑 也深怕下去的位置不对会伤到另一位演员 最后全靠腰部来控制力道 其实 像张琴这些老一辈的演员 敬业精神是许多年轻演员需要学习的 其中不但是对艺术的尊重 更有无尽的奉献 如今的演艺圈 也正需要这样的好演员带来改变 希望张琴能够带给观众更多优秀的作品 在演艺道路上越走越远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